老爷 金榜少爷说他不舒服 就不过来吃了 他怎么了 我去看看他 不许去 爸爸 金榜他可能是病了 高伯老了 他是高伯的孙子了 以后呢 就在偏院陪着高伯吃饭了 爸爸你在说什么呢 我警告你啊 他就是高伯的孙子 以后呢 你还少和他接触 我是为你好 盼你上当 你如果一意孤行的话 我就把他赶出门去 爸爸 你和他想在一起 门都没有 好 那我今天也跟您说清楚了 我就是喜欢他 我就是要嫁给他 我这辈子我还非他不嫁了 我告诉你 什么事我都可以依着你 就这件事坚决不成 伯父 您总说 吃饭的时候不说话 咱们有什么事 吃完饭再说不行吗 李军 晚晚给我 我给你闯点饭 甭在这儿给我装好人 他为什么不同意啊 还不是因为你暗地里追他 你这说什么呢你这是 说什么他自己知道 最讨厌你这种 在我爸面前装可怜装无辜的了 自己做了什么自己不知道啊 我做什么了 李军 你说这话的意思 是说我和金榜 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吗 你话说到这份上 你倒是要在伯父面前说清楚 否则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你敢说你不喜欢金榜 你说的那种喜欢 我没有 为君子 行了 你要不吃饭回你自己房间去 你这不捣乱吗 好 好 我看出来了 在这个家里谁都比我照您待见 这饭吃了气都气爆了 伯父 伯父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但是希望伯父能相信我 我说是什么 习惠啊 你不用在我面前表白 他为娶你为嫁 你如果心里有他 我不该说什么 可我的心思 你应该明白 不 伯父 我从来没有这样想 你一直哪个 你和佩文 还是和他 都是 怎么 之前我跟佩文哥他们 去郊外玩的时候 佩文哥把话 跟我说得很清楚 以后我跟佩文哥 只能以兄妹相处 那至于金宝 我也没有存那份心 没有吗 没有 好 你又说到自己的身份 你在我们家待了这么久 我已经完全把你 当成家里的意愿了 如果你还觉得寄人篱下 那就伤着伯父了 对不起 我父亲不要我 伯父却待我如亲生 与慧怎能不感激这份恩情 以后 我就把你当成亲闺女吧 我说的 你当成了 你当成亲战的 你当成亲战的 你当成兄弟的 我当成亲战的 我好过来 我能当成亲战的 已经躺下了 你回去吧 金宝你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呀 今天都没有到前面去吃饭 这样你出来 我们去父子庙吃好不好 立军小姐 我说过 我没工夫陪你 你爱找谁找谁去 我也说过了 我没有再跟你做游戏 我是认真的 金宝我爱你 金宝你听见了吗 你说话呀 金宝 立军小姐 请你自重 看什么看呀 回去 高金宝我告诉你 你是躲不掉的 我爱的人就一定要得到 明天 朗金宝 我找你 你还要是吗 你找你 你也要是吗 你还要是吗 你还要是吗 我还要是吗 我还要是吗 回来这人累的 躺在床上就不想起来 头两天啊 还起来吃口饭 今天呢 是连饭都不吃了 我 这是挺奇怪的 那他没告诉您 他去干吗了 我问他了 他不说呀 这孩子打小呢 就死了爹娘 心思重 有什么事啊 也不跟我这老头子说 雨晖小姐 我 我的意思是 他最信您了 要不您问问他 他跟您都不说 跟我就更不会说了 高伯 还是您再去问问他吧 我还有事 那我就先走了 您慢点 快 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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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来一份 有人是担心 你会喜欢上高金宝 哪有啊 这也是我担心的 干吗 金宝他不是坏人 我为什么 就不可以对他有好感 你太年轻了 看人会潜一侧 难道你不觉得 这个高金宝身上 有一股愤懑不平之气吗 古人云不平则鸣 他身上有不平之气 也是自然的 他不平 他要是和乡下的同龄人比起来 他可是幸运多了 可能 他跟他现在周围的人比吧 这就对了 他总是和他周边的人攀比 越比就会越觉得不平 你不觉得这种人很危险吗 我是你干妈 你的事情我不能不管 可是我的话 也只能说到这儿了 你和他不是一路人 不要喜欢他 干妈 干妈 喊什么 干妈呢 警察在外面挨家搜人 一句话说不好 拿枪头就打 好吓人啊 对对对 好吓人哪 去把大门关上 跟家里的所有人说 不要随便出门 是是 快去 快快快快 走走走 你们也快下来吧 到我房间去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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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打赏 外面是在抓你吗 是 你是小偷还是强盗 都是 我是爱国朝 跟我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进去吧 记住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不要出来 快进去 干妈 来 余慧 咱们俩继续说话 干妈 快来啊 过来 坐下 我有话要跟你说 这儿跟我来 是 来 这边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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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 开门 来 干妈 干什么 让开 进去走 这个人呢 不是要等他做了什么事情 才明白他是什么样的人 看他的脾气品性 看他的性情 你就会知道 他将来会做什么样的事情 一定要把人给我找到 干妈 这个女人啊 最愚蠢的 就是相信自己会改变男人 快点 快点 二位 打扰了 我们例行公事 抓捕共党 什么是共党 满大街贴的告示 没看到吗 我是一个开舞厅的 只想着挣钱 没工夫看那些 那对不起了 我们只能搜了 来人 慢着 你刚才说什么 我没有听清楚 例行公务 抓捕共党 干什么 妨碍公务 不 想搜我们家 那你就开枪 开了枪你就可以搜了 开啊 吴胖子呢 他在不在 他要是没在的话 去把他给我找来 告诉吴胖子 周叔会找他说话 林匹哥 见门见过什么科医人员 局长 局长 你呢 局长好 好个屁啊 就知道跟我惹事 查什么不查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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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 都围着干什么呢 闪开 闪开 都闪开 周小姐 这可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 其实说起来吧 这事也怪您 您说平时吧 您也不让我兄弟们 到夜半没归来玩 他们哪认识您哪 这不有眼不识泰山吧 你说 干什么的 混蛋 还局长 吴局长 您别发那么大的火啊 这兄弟们也是执行公务嘛 是是是 他们说要搜共党了 吓死我了 那怎么会搜到我这儿来呢 莫非您怀疑我是共党啊 这哪儿的话呀 我跟您说吧 前几天呢 我们发现了 跟刺杀案有关的重要嫌疑犯 这不抓他的时候 他腿长跑了 我这不是让所有兄弟们 挨家挨户地搜查呢吗 这没想到 他们就把您给惊扰了 你看看 还带着干吗呀 都出去啊 是是 吴局长 都别走啊 别冲他们吼 他们也不容易 执行公务嘛 这个共产党的事情啊 我也是听说过的 我听说青党的时候 谁要是庇护一个共产党 那可是要掉脑袋的大罪呀 是是是 想必现在也是这样吧 那当然了 那既然来了 还是搜一下吧 当着你们吴局长的面啊 你们要是不亲自动手的话 我帮你们搜 我这儿能藏人的呀 就是床底下了 我来给你们掀开啊 来 看一下 周小姐 这怎么好啊 看看还有哪儿啊 衣柜 衣柜有可能会藏人 我给你们打开啊 周小姐 周小姐 不用麻烦 不用麻烦了 来 你看 看看看看 我还不相信您吗 我这里边啊 可全都是衣服 你来 这衣服还是真够多的呀 周小姐 您就别折腾了 这都怪我不好 我管教手下不力 冲撞了您 我这儿给您赔不是了 您啊 就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好不好 其实啊 我倒没什么 你们当警察的呢 六亲不认也是对的 是是是 好好嘉奖嘉奖 你的这些兄弟们啊 对对对 行了 周小姐 我就不打扰您了 告辞了 我这还有正事要跟你说呢 您说 乔部长那边啊 我把你的事情跟他说了 乔部长说这个星期天 让你去他府上一趟 他要你去见他 想必你是清楚的 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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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说我给他送点什么东西好的 这个乔部长啊 虽然大字不识几个 但是他就好个附庸风雅 他们家里边 是是是 全都是名人字画 所以我建议您啊 去上海的朵云轩 买一幅名贵的字画送给他 他一定是喜欢的 送贵的不如送巧的 周小姐啊 这回我要是真升上去了 我一定重金筹谢您 瞧您说的 我是贪图钱的人嘛 我就是好交个朋友而已 那是那是 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 你是不是也得去准备准备了 是不是 对对对 我先走了 先走了 告辞 那就不送了啊 还不走啊 等着过去哪 是 走 是 与慧 关门 出来吧 原来是南京有名的周小姐 失敬了 你现在还不能出去 他们还在搜查 等外面稳定一点你再走吧 你先在我这儿待着 一会儿 我就叫人来给你送饭 一切听您的安排 走吧 干妈 干妈 您为什么要救她 可是她跑到我这儿来了 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 又不费事 所以就救了 就这么简单啊 对啊 就这么简单 干妈没别的本事 就是会看人 她不是坏人 所以你要记住我的话 明白吗 走吧 你 高伯 玉慧小姐 您回来了 您这是在干吗呢 我这儿等金榜呢 他又出去了 昨天晚上连饭都没吃 今天一大早又走了 玉慧小姐 我昨天看见 他换下的衣服上有血 真不知道这孩子 在外边干什么呢 我真是怕 他又给老爷在外边惹祸 高伯 您别担心 金榜不会做坏事的 您先到屋子里休息一下吧 对了 老爷刚才问您 等着您吃饭 您先去吧 我再等等 那也好 我先进去了 一天 外面没事了 你现在可以走了 谢谢您啊 不用谢 今后注意点就是了 周小姐真是爽快 后会有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快点 快点啊 来来来 大碗烏的 大碗烏的 我来了 快点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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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王 金王 你回来了 你可回来了 老爷 让阿峰都找了你好几回了 快 上前面吃饭去 爷爷 我不去前面吃饭 以后就陪您在后面吃了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你看老爷这么疼爱你 让你跟主人在一桩上吃饭 你可别不值得好歹啊 走走走 我不去 你为什么呀 我就爷爷您这么一个亲人 我想陪爷爷您一块儿吃饭 爷爷这辈子这样啊 也就知足了 你和老爷他们在一起啊 能多学点东西 是不是 我不稀罕 高伯 高伯 金王哥回来 金王哥你回来了 老爷叫你吃饭呢 他这就去 阿峰 你跟他说 我回来了 我不去了 以后啊就在后面吃了 你这孩子 你说你这是 就这么说 那我走了 骗子 您吓死我了 我这说这案子呢 明明破了吧这是 报纸都登了 是王雅乔那帮人干的 可有些人跟我说 还在查呢 这跟咱有什么关系啊 您犯得着生气吗 你懂什么呀 老爷 回来了吗 回来了 金榜少爷说 他以后不过来吃饭 说在后面陪高伯一起吃 什么意思 一个受人恩惠的人 还拿自己当神业 让别人供着 你下去吧 没事了 咱们吃饭吧 爸 以后您不许这么说金榜啊 我去看看他 不许去 我就去 你 我去 我去 义惠 对不起啊 伯父这两天心情不好 说话有点过 尽量 没关系的 伯父 您能供一个仆人的孩子上大学 这在全天下 也没有几个人能做到 他丢了您那么多钱 您没怪他 这就更加难得了 只是 金榜他跟别人不一样 正是因为他家境贫寒 正是因为他受人恩惠 所以 他就比一般人更加小心 伯父 您以后对他 还是要更加宽容一些才好 你让我如何再对他宽容呢 我是主人 每当吃饭的时候都要等他 你不来 亲自说一声 让个下人来收个信 真拿自己当主人了 是 你看到李军没有 这是要给我找一个姑爷呀 这件事 我坚决不同意 伯父放心 他呀 就是一时好奇 再说了 我看金榜 也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他不会有非分之想的 他想别的我也不同意呀 不吃活该 至少没趣了吧 爷子两个共享天伦之乐 人之常情 来 赶紧 赶紧尝点这个啊 来 来 来 金榜 允卉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睡 晚上 伯父叫你到前面吃饭 你为什么不去啊 金榜 伯父对你挺好的 再说 你还要靠他才能上学啊 上次 你借给我的那本外国书里 有几句话 我觉得写得特别对 我绝不会再像以前那样 把命运 加给我们的那些不幸 拿出来反复咀嚼 我们要享受现实 过去的 就让它过去吧 允卉 如果没有你 那我的世界 是多么地难以忍受 允卉 金榜 别离开我 答应我永远不要离开我好吗 金榜 你把我弄疼了 对不起 我先回去休息 金榜 对不起 我不能 余慧小姐 是我 阿芳 余慧小姐 我都看见了 你看见什么了 我看见金榜哥他抱着你 和你说那些话 我一直以为他喜欢我 原来 阿芳 你是误会了 没有 我离你们只有几步远 你们没有看到我 阿芳 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如果你说出去 我就没有办法在这家待下去了 你放心余慧小姐 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 他喜欢你 我高兴 我配不上他 只有宇慧小姐 才是能配得上他的人呢 阿芳 你真的误会了 我没有那个意思 不 余慧小姐 你还是答应他吧 金榜哥一个人在这个家里 太可怜了 有了余慧小姐 他就有了伴 余慧小姐 我能求你一件事吗 什么事啊 将来 你要和金榜哥成家了 出去担过 把我也带出去行吗 我只求能够待在你们身边 伺候你 伺候金榜哥 只要能待在他身边 每天看到他 伺候他高兴 我就心满意足了 什么 我说 我高兴你和宇慧小姐在一起 只求你们离开这个家的时候 帮我也带出去就行 让我一辈子 生活在金榜哥身边 伺候你和宇慧小姐 阿芳 我记住了 阿芳 其实我也喜欢你 我答应你 以后 我和宇慧无论到哪里 我一定都会带上你 但这件事情你一定要保密 这是我们三个人的事情 知道吗 我们三个 我知道了 这么晚了 早点回去睡吧 那我走了 去吧 好 少爷回来了 少爷回来了 少爷 少爷好 爸爸 少爷回来了 少爷回来了 少爷 来 少爷 少爷到哪儿去了 买好东西了没有啊 我回头再给你们讲啊 你们都不知道外面多好啊 少爷可 有点儿见黑啊 是吗 对了 我给你们带东西了 不过精神好多了 叔子 叔子 您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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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藏女孩喜欢 一个一个来 一个一个来 你的你的 给给给 谢谢 这是少爷心善 对我们下人多好 好 谢谢 给我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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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干吗干吗去 少爷 您请 爸爸 回来了 回来了 在外边没惹事吧 我哪敢啊 我就是四处看看 找了不少见识 爸爸 您平时忙于公务 也该多处去走走看看的 说说看 在外边啊 都见识了点儿什么 我看上海那边 战争的气氛也很浓了 这我就不明白了 就算是中日打起来 日本人也是 游北向南宫 可为什么上海那边 比南京的气氛还紧张呢 又来了 又来了 玩也玩了 好好地收收心 准备考试 我知道了 爸爸 裴文哥 与会 对 爸爸 我和雨慧 你们聊 你们聊啊 这个是送给你的 自来手的进口货 千万别让丽君看见啊 那家伙只知道攀伴 给 不行 这么贵重的东西 我不能收了 你一定要收下 算是我的赔礼道歉 为我前一段时间的不礼貌 给 对 裴文哥 你不必在意 那件事情 我们都已经说开了呀 那好吧 我收下了 谢谢裴文哥 与会小姐 金榜她出击一整天了 到现在也没回来 我 我这眼睛老实跳 总觉得要出什么事啊 高伯 您别着急 我去看一看 那您知道她在哪儿吗 好 你们打死我吧 打 不知道这是谁的地方吗 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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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 我不怕你们 我自己的糟 让一下 请让一下 打 你们干什么 打 你们干什么呀 你们住手 你们要干什么 走开 别打她了 你们要干吗呀 呦 这位小姐 你是她什么人啊 你为什么要护着她呀 这谁叫她小姐 打 打 打 别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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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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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这事就这样吧 姓高的 工钱就这些 多一分都没有 你要是想要 就这么多 不想要就拿回来 弟兄们 还等着这钱喝酒呢 弟兄们 咱们喝酒去了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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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宝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在这儿干了半个多月 宫头的七口八口 只给了我两块五 这么黑心 这个世界 真不是为我们这种人 准备的 不 不是这样的 金宝 金宝 老天爷 对人都是公平的 你不要老想着过去 正因为上天选中你 所以 才让你经受了 别人没有经受过的苦难 对人 我说错什么了吗 看来那些书 放在我那里真是浪费了 你只不过是匆匆读过 却记得那么老 允慧 谢谢你 真的 谢谢你 我不抱怨了 我感谢这一切 那就回家吧 你要感恩 伯父为你做的一切 好好把书读完 然后改变自己的命运 好 我听你的 允慧 我想问你一句话 什么呀 你知道我在家里 所经历的一切 你也知道我对你的心 我想问你 那你拒绝我 是因为我出身低贱吗 不是 是我 我不能 我没有资格 好了 我知道 以后 我不会再强迫你 让你为难 我也不会再向你施爱了 但我不求爱 不代表我不爱你 我和你 我和你 都把我们的感情 藏在心里好吗 允慧 你再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们去创造 属于我们共同的未来 你同意吗 不 允慧 你这点头又摇头 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你让我怎么回答你 我 请教唐 捐乃这些日子你 对不起 我本来想多挣一些 算了 这个钱你拿回去 留着鳞花吧 不 伯父 您一定要收下 大恩不严犹 伯父对我的恩惠 我已经没法子报答了 这点钱 只是想在伯父面前 证明我一片心 也行 那我收下了 以后咱们俩就两清了